哈喽哈喽 来了来了 今天是11月21号了 时间过得很快 礼拜一现在是日本时间晚上11点13分了 这个国内已经是10点了 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的 这个习近平开完二十大之后没有回北京 去哪了呢 据说是去了苏州 苏州风景还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么冷的天去北京多好 苏州这个上海呀 浙江那边什么江苏 多冷了又没有暖气 赶紧回北京 这个暖气舒服服的 北方那个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在北方比较好 不过现在北京的疫情挺严重的 有500多起的吧 尤其是那个朝阳区挺严重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先不回北京 还是怎么着 还是现在苏州吃点中国肉什么的再回去 不过再回去的话 应该这两天 这个江泽民到底把管不把管 官宣不官宣 竟该有个眉目了 那个好多网友说 那要是一直没管宣 人家就是根本就没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就这么办呗 那没管宣 也许就说明了国家就怨仰他吧 对吧 有口气留着呢 也是这个 无产阶级老革命家 对不对 咱们国家 这个不是有这个 中央领导 中央首长 这个工程吗 是要给中央领导弄到这个150岁 对吧 所以老江 我觉得有一口气的话 可能这个也有可能不拔 反正官宣不官宣 看这两天吧 应该就有一个眉目 然后这个 现在这个经经济 这个疫情挺严重的 今天这个谁 尹丽啊 在北京就开会了 然后他就发表讲话 就说要贯彻习近平书记 这个重要讲话 精神坚定不移的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这个内卷 内防外 那个反弹等 打好这个站 特别是朝阳区 朝阳区这个 当时这么 这个 戴下眼界 看这个提词器 朝阳区当时 这么 厉害的一个地方啊 都是有钱的 易能界的人什么的 然后这次 就说封城啊 什么的 其实现在听 北京的朋友说 北京已经是个 半封城的状态了 很多商 就是说和春节一样 春节的时候 北京不是很多人 到回老家吗 那北京就没什么人 现在就是 这种状态 不过呢 胡锡进也发了文了 胡锡进 他那个楼里出了阳性了 要搁以前这个 一个楼里有阳性 这一楼都拉走 集中隔离 但是现在 北京人性化了 都在家里隔离 物资保障还可以 我觉得经经济 这些地方 不会 搞什么人道主义灾难 其实像天津 从春节的时候 就有这个阳性什么的 但是 他们还可以 就是做完核酸的话 除了就是说 有疫情的那一栋楼 其余的这个小区的楼的人 还是可以出小区 这个买菜 菜市场 超市 只不过就是这一片 比如说防控区 防范区 这一片的外面会出 这个铁板什么的 给它圈上 但是在这个圈子里 还是会可以出小区 买东西的 不如像以前 上海呀 河南那样子 就说整个把这个楼都锁上 这种事倒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北京嘛 应该还是 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不过我觉得愿北京 你说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话 你搞什么马拉松 对吧 面子工程 你让大家什么非必要 不出区的话 那你不搞马拉松 不就行了吗 但是这个 北京的话 它这个 线上线下消费 让回暖 不过国内这个消费 也真是够强 我今天看一个上海的朋友 以前那个田子坊 特别热闹吧 现在田子坊 根本就没有人了 就哎呀 你说这个怎么弄了 消费还是 应该搞回来的 我觉得不可能 就是说什么都不搞 反正刚看会 习近平应该在苏州 休咬休咬 吃点这个苏州 好吃的东西 休息休息 然后回北京吧 回北京可能就会 有一些指示什么的 但是现在这个北京 疫情这么严重 可能他也不愿意回去 然后 当然前些日子 包括这个陶思亮 也写了这个弹窗 就是你出了北京 回不来了 现在好像还可以 他们不是要落实 解决这个问题吗 然后今天有意思的是 这个夏宝龙 他又写了一个文章 在这个人民日报 重新提一国两制 必须长期坚持 这个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提出了 一国两制呢 应该是可能 是怕这个经济不好吧 要就是说 表现出一种姿态 还是应该是爱国 港人治港什么的 不就说经济 还是为他们好 应该打个预防针吧 这样的话 香港澳门保持稳定 应该是 然后你看他说 长期坚持一国两制 这一好制度 必须深刻理解 和准确把握新时代 贯彻一国两制的精确要义 然后保持长期稳定 就这个语言那什么的 不像之前这么左了 有一点风动应该是 你看 必须坚定落实爱国人治港 爱国人治澳的原则 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里 港人治港 港人治澳 这个 然后奋力开创 一国两制新局面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贡献 我觉得国内这个经济 不会就说 计划经济啊 倒退啊 搞成文革以前 绝对不会的 因为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经济 就是说党他们自己 也有好处 对不对 如果回到计划经济 我觉得 这谁也不会 就说同意的 当然 就说这个 现在各处 还是这个 反贪腐还是挺多的 山东这两天 抓了不少人 山东 你看这个 政府参事 于复华 严重伪计 正接受这个山东纪委 和监察调查 你看他也是 1963年出生 比较年轻了 曾任泰山医学院副院长 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为方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山东中医大学党委书记等 然后2018年 他任山东省组织部副部长 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党组书记厅长 后任山东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这官做了挺大的呀 我跟你讲 这个后面一定会查 这个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这个组织部什么的 因为前 就是说前几年 这个科技局 还有人力资源 保障厅 他们特别有权利 而且特别有钱 就是说商品资 招财 引致 人才问题 各种 手里很有钱 所以非常容易出事 看他后续吧 反正现在各地 也还是在这个反贪腐 你看山东省 发布了三条 一个是山东市委原常委 清岛市 清岛市 宣传部原部长张军 严重违法 违纪 开除党籍和公职 我觉得他们这也够倒霉的 开除了之后 就比老百姓可能 什么都没有了 退休金也没有了 真惨 山东省政协原常委 宾州市政协原党组书记 主席 叶清国 严重违法 违纪被开除党籍 日照市 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书记 主任高杰 违纪违法 开除党籍和公职 这都挺年轻的 像这个张军 生于1969年呢 还是清岛市 冒促会 欧洲处处长 清岛市 四方区副局长 季墨市市长 蓝谷管理局局长 这不少职位了 那个季墨市也是 拆迁呢 什么的 应该有不少钱 2020年任清岛副市长 四月任常委宣传部部长 六月就被查了 这也够倒霉的 很年轻啊 1969 这么年轻就倒霉啊 然后日照市的 日照市这个主任高杰 党组书记 这哪个市都会搞几个啊 这哪年生的没血 这个一直啊 任日照市常委 政法委书记 就可能有政法委 那一口了吧 因为孙力军 他那个团伙 不是有一个山中的吗 这可能都是有关系的 日照市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等 然后八月开始被查 这些被 还有一个宾州市的啊 这个宾州市也挺有钱的 那个中国工商银行 什么的在那边 就说应该搞得挺大的一些外资 就是说公司啊 什么的 然后你说这些当官的 真被抓起来挺惨的 那不如有一个人就说 他在这个燕山监狱是什么的 看到以前铁道部的一个人 在那里面就为了吃饭啊 在袖口里藏点方便面回去 能多吃点试点 我觉得真是挺惨的 这个尊严完全都没了 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就稳稳当当的 上个班啊什么的 当个工程师 哪怕体制外 这我觉得太惨了 简直那个日本间谍 在中国做了六年牢 前不久不回来了嘛 然后他跟日本媒体说 有三个懂日语的以前的外交人员 都在监狱里 他都知道 这个都不用他说 这个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也知道 至少2019年吧 大约是大阪这边的领事 叫这个何赵良是什么的 在这就来了不到半年 半年都没有 两三个月就不见了 就大阪很长时间就没有领事 是一个女的 李平是于平带领事 这都到了 过了半年多一年多 才派来这个薛建 现在当这个总领事 很长时间大阪没有领事 据说那个 叫何振良啊 据说何振良回去 就被调查给抓起来了 就这种事挺多的 其实说太多 像现在东京那个大使 有一阵也是不见了 大家都传言是不是又被双规了什么的 不过不见了 然后这边也有带领事 又有带领事 大家觉得怎么回事 但是又给放回来了 那应该是没事吧 现在还是在活跃之中 所以这个在国内 当官有风险 真是的 我觉得 当然他们当的时候 各种这个荣华富贵 这个一旦被抓起来 风险太大 也是他们早几年 搞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是 也是自作自受吧 反正看看吧 行名就是看会 现在苏州 然后看这两天 观江泽民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官宣吧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评论点赞并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点赞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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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点赞并且 点赞并且